这个和尚只因长得太过俊俏 就引得女施主半夜敲门 不料他刚打开房门 女子就扑了上来 我从小就有的老毛病 我都一发作 要男的热肚皮和我相贴 大师 你救救我 救救我 哎哟 和尚不信事上还有此等怪病 当即就把女子推开 可哪只女子却不依不饶 竟是直接脱掉外衣躺到了床上 和尚担心他真有什么怪病 还好心地替他把脉诊断 而女子见和尚始终不为所动 便留下一包首饰匆匆离开 只留下和尚拿着珠宝一头雾水 次日一早一众富商齐举凌驾 原来昨晚之事正是由他们一手策划 而那女子也是特地请来试探和尚的花鬼 一个富商出言嘲笑表示和尚虽过了美人观 但终究没能挡住金钱的诱惑 然而就在众人得意之际 就见和尚走进大厅竟是要归还那袋珠宝 他只说此物乃是从后院见到 宁愿破戒也不肯坏了女子名声 众人由衷佩服和尚的德行 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他重建少林 和尚法号至善 从小便在少林寺中长大 少林方丈立志反清负民 便派至善去峨眉山找吴臣道长学艺 在融合两派武学的同时 取得兵器图样以及炼钢秘法 为日后推翻蜻蜓做准备 至善一路拔山涉水来到峨眉山 却在狭窄战道上偶遇五眉失态 他正是吴臣道长坐下弟子 眼看到路狭窄而两人又素不相识 五眉担心自己过去时对方出手偷袭 至善心怀谈的 闻言当即一跃而起抓住石壁 五眉则趁势一掌将水桶推出 旋即便纵身一跃及时将木桶拦解 志善虽然出事不力 但好在成功见到吴臣道长 可这道观里的和尚自然不受待见 大弟子道德率先伐难 想借切磋之名教训他一番 说把他便抢先出手 可不料却没有讨到半分便宜 少林武功本就博大精深 志善又苦修整整二十岁 仅是只凭单手便让他落了下风 道德拿他没有办法 竟是按下独手插向志善眼睛 而志善出于自卫 本能还击下尸首将其手腕折断 好在吴臣道长身名大义没有责怪 但他的尸弟白眉却另有想法 他本就想借机攀附权贵 如今少林被朝廷视为叛逆 师兄却要将一和尚留在罐中 眼看吴臣也有反清复明之意 他当即与同门恩断一绝就此分道扬镣 而吴臣则开始指导志善修炼武功 这个和尚挑水二十年 却练成三项少林绝技 一指缠可厉头千斤敲向铜钟 铁头弓随意一击便可断砖碎石 而降龙掌更是所道之处无坚不摧 然而这些刚进功夫 却根本入不了吴臣道掌的法眼 内进才是功夫的上尺 从此志善便开始跟随吴臣学习内进 他气沉丹田已进孕育掌心 将降龙掌升级为披红掌 炼成之后一掌便可连碎属钢 在内进的帮助下 他的铁头弓已经可以格书碎石 一指缠更是能隔着屏风熄灭蜡烛 半年之后志善无意大成 他拜别吴臣准备返回少林 不料却被大弟子阿德拦截 可当初他便不是志善对手 如今志善内外兼修 两人更是不可同日而已 轻松击败阿德后便扬长而去 不曾想他刚回到少林地界 便发现寺内火光冲天 少林弟子更是死伤惨重 原来清廷为了维护黄泉 派出大量兵力围剿少林寺 志善奋勇杀敌 但终归晚来一步 方丈临死前 嘱托他务必前往南方重建少林 志善一路化缘来到广东地界 却正好遇到一伙强盗打劫 关键时刻志善出手相救 而被救之人正是当地的富商李九叔 为表感谢他将志善请至家中 可李九叔有一侄子名叫锦伦 此人天生是一名武士 听闻叔叔请来了一名高僧 当即便决定出手试探一番 他搬来一条长凳竟是要以此 与志善比试武功 志善本来想要拒绝 但锦伦却说只要他能坐稳长凳 便送给他十家绸缎装重建少林 志善听闻立马一屁股坐了下去 锦伦一脚便将凳腿踢断 可不料志善却纹死不动 他又一记扫膛踢飞整张长凳 但志善却扎好马步不动如山 锦伦开始猛踢志善下盘关键 甚至不讲武德使出撩阴腿 却始终不能撼动他分毫 不禁恼羞成怒抡起巨石便砸 却被志善一招顺水推舟 直接扔进池塘 等他爬上暗要找志善三丈 却发现地上竟被他踩出两个脚印 锦伦这才彻底服气当即跪地败尸 而他也是志善所收的第一个徒弟 之后李九叔更是请来诸多当地富商 要帮助志善重建少林寺 不料此举却引起了他人不满 这个倒是肩扛千金拒顶走来 他不是来此表演武术 而是要借此化缘 他听说有和尚在这得到无数金银 而他也不贪财 只要老板用银子将大顶装满即可 老板当即派人去请志善 可这倒是见到和尚更为眼红 竟是二话不说直接开打 倒是出手毒辣招招攻起要害 可他终归不是志善的对手 被他一记铁头弓直接顶到墙上 接着发力一掌推动大顶 轻松将他卡在墙角动弹不得 这时突然飞来一个纸团 上面写着让他去敬城观一去 见面后却发现来人正是五眉师太 原来他刚离开峨眉山不久 白眉道人便投靠了朝廷 他联合大弟子阿德在茶仲下毒 将师兄吴臣道长毒害 五眉师太负伤逃队 这才赶来与志善会合 不料白眉转头便寻了过来 志善当即出手就要替吴臣道长报仇 可白眉的武功也着实不锁 两人大战数十个来回 竟是斗了个起苦相当 但白眉的徒弟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以一敌二渐渐不治 最终被五眉师太活活掐死 但五眉也被赶来的白眉道人一掌拍飞 三人无心恋战趁机逃离 他们来到锦伦好友洪西关的家中养伤 不料洪西关也是一介武士 他早就听闻志善的大名 当即提出要和他在梅花庄上比试 但志善提出要增加难度 于是在一旁用砂锅雷起活装 洪西关一跃而起跳上梅花庄 他已经在这上面练习三年 对梅花庄的套路早已驾轻就熟 两人在上面如履平地打得不相上架 可当志善跳至砂锅所做活装时 众人却不禁纷纷灭色大变 洪西关栖身上前对着志善下盘发动猛攻 但却被他灵活躲过不动如山 反倒是自己用力过猛踏碎数个砂锅 最后一个重心不稳直接摔翻在地 这下洪西关对他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当即跪下来要拜他为师 而这几人便是日后名震武林的少林武祖 如今人手钱财均已凑集 当务之急是要出城重建少林 可白梅为捉拿几人已经下令全城戒严 于是他们便披骂待笑 企图伪装成送葬队伍混出城外 但守城官兵戒备森严 竟是要直接开关验尸 至善无奈飞身跳出棺材 眼见计策被识破几人只能硬撞 好在清兵不开一击 众人成功逃出城外 他们决定分头行动寻找渡船 不料船还没有找到 几人却反被白梅发现 阿德率先攻向五梅事态 但不料自己学意不尽 反被五梅一箭斩杀 另一边白梅道人一意敌众 即使五祖联手也不是他的一招之敌 好在至善及时赶到 两人就此展开决战 可奇怪的是至善的铁头功 却对白梅丝毫不起作用 纵使是以一指缠攻击赵门 白梅也是毫法无伤 原来白梅不仅功力深厚 还偷学过金钟赵铁不山 如今他功法大成 即使是站着挨打也不能伤他分毫 不过他的自负反倒提醒了至善 无尘道长曾经说过 人身有六大穴道不能完全封闭 纵使是炼成金刚不坏 也至少会留下一处赵门 至善醍醐灌顶再次上前 这次他专朝白梅中庭攻击 先是一记倒翻直接挂在白梅肩头 然后使出一指缠将其定住 最后运足内进一批空掌拍出 直接将白梅拍飞树掌拍外 最终竟是口吐鲜血倒地而亡 这时弟子们也找到了传之 众人终于得意去往福建重建南少林